欢迎收看《要财财经》台 新的嘉宾仍然是来自《要财证券》 研究部的高级分析员陈慧聪先生 Jason 你好 不如跟你谈谈香港方面的租金 谈谈谈谈 因为时代广场的公司董事表示 新春期间时代广场的租户生意额 大部分上升了两成至三成 他们的生意额最少一定升超过10% 最多的生意额上升超过五成 主要是卖脾居的店铺 之前有报道说 时代广场的UA即将要结业 有传闻说是卖给外国知名品牌LV 现在否认一定不是租给LV 究竟是谁在租呢?我们就不知道 我想绝对是有人跟LV在争 我想作价应该不会便宜 但看到现在铜锣湾 尤其是一些主要的街道 波斯库街之前说 这些铺位是越来越贵的 逼走了很多一些老店 可能一些一营食店 或者买一些手工艺品 全部都经乎这些租金 不如我们来说一说现在整个环境 我们再分析一下 其实对股价的表现有什么影响 如果你看到铜锣湾 尖沙咀这些所谓的 传统的旺区来计算 很多的店铺的租金方面 都是加到白马上的 甚至有些店铺 就算是给得起租也好 但业住方面都未必会选择租给你 最大的原因是因为现在对于那些 黄铺方面的需求是非常之大的 一方面本地很多的珠宝商 包括经常都说的周大福 周生生这些都不断欠近黄铺 另外一些海外方面的名店 好像刚刚所说的LV Plada等等那些 其实都是希望不断增加电铺的数目 还有最简单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们现在主打的客户对象 都是一些国内的自由行旅客 当这些自由行来到香港的时候 通常去得最多的地区 就一定是那几岛 不是铜锣湾的话 就去尖沙咀 因为就是旺角 所以你看得到这几个地区 很多街道 或者本身商场方面的店铺 都是加租加得非常之厉害的 我相信这个趋势 在未来的两三年方面 都应该会持续到 所以如果你说 可能在一些大街大巷 见到的店铺 可能很多时候都一定是 一些海外知名的牌子 又或者本身是一些本地方面 最top的或者最高档的店铺 反而如果你说一些比较中低档 或者比较老店式经营那类的店铺 就未必可以捱得住 没错 太古地产1972 他们的零售业务总经理也表示 他说截日期间人流有所增加 但仲未进行相关的统计 估计营业额会维持去年的增幅 大约20%左右 他就说逐租方面 今年会有三分一的商铺需要逐租 他就说介绍会因应市况调整租金 预计租金是一定的升幅 其实大家都预计了 一些店铺的升幅一定在 但其实很多本地的零售股 其实我觉得 你说现在股价有没有反映到 他们的租金方面的因素 我觉得 因为股价很多时候都在反映 就是整体的营业额方面的增长 如果你说纯粹看销售的表现 在过去那两年 的确是非常之好的 所以也令到很多 本地高档零售股的股价表现 升到非常之惊人 但是租金方面 始终加租最频密的时段 都可能是去年开始 如果你说本身在前年租下了铺 上年都还未需要续租的时候 整体租金的升幅方面 就未能够反映在资产负债表里面 也就是意味着那些企业 如果你说上年都还未遇到 一个续租的压力 就有机会去到今年就需要续租 整体如果你说去到今年才续租的话 整体租金的加幅就有机会 比较高的水平 所以大家要留意 当如一间公司本身去到今年 有很多店铺都需要续租 加租的幅度都去到三四成的话 必须要留意到今年下半年 或者去到明年的时候 整体的销售额的增长幅度 能不能追得到整体租金上升的部分 如果你说租又加了 但是整体的销售额的增长没有预期那么理想的话 对于股价来计 是有机会做一个比较大一点的修正 这方面我相信去到今时今日 都未完全反映到的 去到今年年中至到下半年 当租金加了 但是销售额又追不到升幅的话 我相信到时候股价就会反映这些因素 因为有些分析就在说 其实本地的零售业就是由性转衰 已经在经历这个刚刚起点 就是今年开始 他就说大部分的股价 尤其是一些珠宝中标股 还未反映到被租金蚕蚀的因素 其实我觉得 会不会说今年开始 会有些相对 一些本地的租务股 譬如泰股 如果股价表现得好 会不会相比之下 零售股可能表现会差一点 如果你看到一些陆福 周生生这类 就是说他们的销售额固然是非常之庞大 或者增长都很惊人 但是如果你看到利润率方面 特别是扣租金、人工 那个纯利率方面 普遍来说都只是一成左右 如果你说以英皇中标来计 那个纯利率就只有7%、8% 意味着当租金只要有少少的升幅 对于整体的纯利来说 都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影响 所以我相信这方面 对于一些本身比较高档路线 特别是珠宝中标类型的 纯利率比较低的公司来说 股价就相对受租金的影响 就会比较大一点 相反如果你说看一些好像收租股来计的 太古、九仓 这些我相信整体来说的股价 就有机会可以看好一点 当然这也是一个叫做比较中短线的看法 因为如果你说去到下一年 当一些零售的铺头 整体的表现都不是那么理想的 卖东西的同店销售的增长 如果是不能够撕到预期的话 那都有机会去到下一年 有些铺都可能要收拾 或者整体的加租的幅度 都未必好像这两年加得那么厉害 所以到时候 有机会将零售业方面的转弱的因素 都会带来一些收租股方面的股价 都会拖累他们下来 所以如果你说真的要选择 我始终都选择 反而是领会 因为始终他们收的租 都是针对着一些比较大众化业务的铺头 就不是纯粹一些高档类型的铺头 所以如果你说租金收入方面 领会方面就应该会做得比较稳定些 没错 而且我总是觉得外国品牌来香港 根本就是下来下广告 根本就不是说你租金究竟是赚还是虚 只要在旺的地区大大的招牌已经做到一定的宣传效果 所以只要他们开了一两间旗舰店 他们会不会再去开 这个都真的需要去到斟酌 如果你说租金可能都要加成三四成的话 他们就有机会选择将开店的数目会减少 到时对于香港整体租务的市场都会有影响 没错 不如顺便看看本地的一众收租股 现在最新的变形是怎样 见到希臣在做30元 暂时没起跌 家里建设在做29.25元 跌5毛 泰古地产在4仙 在18.78元 九仓跌5.5元 在43.25元 汇德峰在24.25元 跌4毛 你刚刚说的领会 现在在做28.05元 跌1.2元 谢谢Jason 都要申报一下 刚刚说的股份有没有持有 没有持有 成家量接近5万张 内地方面都跌深了 上市指数跌1% 做2,295 跌25 待会再谈